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有听从你仆仆先知奉你的名向我们君王 首领 列祖和你各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 主啊 你是公义的 我们是脸上蒙羞的 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以赞 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 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 正如今日一样 主啊 我们和我们的君王 首领 列祖 因得罪了你 就都脸上蒙羞 主 我们的上帝是连满要恕人的 我们却违背了他 也没有听从耶和话 我们上帝的话 没有遵行他一只仆仆先知 向我们陈明的律法 以赞 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 偏行 不听从你的话 因此 在你仆仆摩西律法上 所写的就座和誓言 都倾在我们身上 因我们得罪了上帝 他师弟灾祸临到我们 成就了警戒我们 和审判我们长官的话 原来在普天之下 未曾行过 将耶路撒冷所行的 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 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我们却没有求耶和话 我们上帝的恩典 使我们回头离开作业 明白你的真理 所以耶和话留意 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 因为耶和话 我们的上帝 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 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 主 我们的上帝 你曾用大能的手 令你的子民出埃及地 使自己得了名 正如今日一样 我们犯了罪 作了恶 主 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 使你的怒气和烦怒转 来你的圣耶路撒冷 就是你的圣身 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 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业 被四位的人羞辱 我们的上帝 现在求你随听仆人的讨告 肯求 为自己联光照你方良的圣所 我的上帝 求你侄耳而听 睁眼而看 眷顾我们方良之地 我称为你名下的圣 我们在你面前肯求 愿不是因自己的义 但因你的大怜悯 求主随听 求主赦免 求主应允而行 为你自己不要慈善 我的上帝 因这乘和这民 都是称为你名下的 在大怜悯的讨告里面 有几点我们值得留意的 第一在大怜悯的讨告里面 没有任何地方是要求 对犹太人遭受的灭国 和圣殿被毁 等等灾难做出任何形式的解释 他是知道原因的 其实在大怜悯的聚述里面 已经说到原因了 在第十节他说 没有听众爷说我们上帝的话 没有进行他仆人 众先知向我们所称名的律法 第二就是这个 这个讨告是对上帝恩典的呼求 希望上帝愿意遥恕他的百姓 即使他们犯罪行邪恶的事 第三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讨告里面 但你的呼求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 在十九节他说 求主谁听 求主赦免 求此应允而行 为你自己不要慈现 我的上帝呀 因此成和此闻 都是清你的名下的 但你的讨告 不是为了但以你个人 和他的百姓的好处而提出 是出于上帝自己的缘故 本一句话说 这个祈祷必须被允许 因为上帝的名将得到诸名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星期二 代求的代价 在但以你讨告里面 他一直看过说 我们做错了 甚至将他自己算在罪人之列 但以你这篇的讨告是一种代求 就好像分别记载在 《出阿及记仪》十章 和《列王记》上十八章 里面的摩西的讨告 和以利亚的讨告一样 但以你将百姓的罪 捍卫自己的罪 他背负着他们所有的罪 和不配来到上帝的面前 今天如果教会里面 有一位大兄为你姐妹犯错 当我们一起为他讨告的时候 我们不要个别提他的名字 我们最好用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个人是完美的 另外我们留意一下 在但以你讨告里面 他没有尝试为罪来走藉口 或者是降低他们的严重性 他们干犯了律法 他们没有理会上你的警告 他们受到的惩罚是罪有应得 然而但以你是为百姓讨告 为他们的代仇 寇上对的怜悯 当我们为别人讨告的时候 上帝会聆听我们的讨告 并且会为他们的益处而采取行动 接着我们来看星期三 尼塞亚的工作 但以你代仇提及两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就是百姓的罪 第二就是耶路撒冷的荒凉 因此上帝的回应 就涉及这两个的请求 透过尼塞亚所作之功 百姓将被属回 圣所将被告 以这两个请求的具体回应 是超越了但以你对历史的视野 就是尼塞亚所作之功 是为全人类的益处 在诞议书九章二十一节开始 就讲到诞议正讨告的时候 在先前第八章的二章里面 所见到的天使 加伯列奉命迅速挥离 然后按秀在诞议身上 加伯列二十四节 为你本国之文和你圣成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要止住罪过 除正罪恶 宿尽罪业 忍尽永逸 封住异象和预言 并高致圣者 当但以你讨告的时候 上帝就命令天使 加伯列去解释 在第八章里面所见到的 二千三百日的异象 但以你因为这个异象而忧愁 因为他忧虑到他百姓的罪 可能使到耶路撒冷的荒凉 延长得更多 天使加伯列开始解释的时候 就告诉但以你知 七十个七已经被折出来 或者被定出来 是为你本国的子民和你圣成 同时在这段时间上 上帝就需要为尼塞亚 将要为百姓所做的事而准备 我们看星期四 预言的日历 在帝里书八章二十七节 当但以你见到二千三百日的异象的时候 他感到很惊讶 因为他没有办法可以理解这个异象 去到第九章的时候 已经是十年后的事 天使加伯列就来帮助但以你明白这个异象 加伯列补足了缺少的信息 并且揭示了尼塞亚工作要到七十个七的期限结束之后 至完成 根据年日原则 和测试事件发生的过程 七十个七就等于四百九十年 在九章二十五节 我们就知道 这一个时期的起点 是在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恢复的时候 这个命令是出于阿达涉西王 他在公元前四百五十七年 容许犹太人在以斯拉的带领之下 重建耶路撒冷 根据圣经七十个七是被切出或者被定出一段时间 意思就是表明四百九十年是从一个更大的时间范围 即是从第八章的二章里面 指出的二千三百日被切出来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二千三百日和四百九十年 必须是相同的起点 即是公元前四百五十七年 而七十个七的元分为三个部分 七个七、六十二个七、一个七 七个七就是四十九年 最有可能是指耶路撒冷被重建的时间 七个七之后将有六十二个七 即是四百三十四年 直到受高冠的时候 因此阿达涉西王的命令之后 四百八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二十七年 受高冠耶稣受洗的时候 圣灵如夹子降在耶稣身上 在七十个七的时期 有一个关键大事发生 就是邓语书九章二十六节所说的 受高者被剪除 指他是基督的死 第二在二十七节所说的 受高者在一七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盲弱 这是指耶稣和使徒们 对犹太民族达殊的使命 要在最后的一个七 即是公元二十七年到三十四年进行 第三一七之半 他必使祭祀与公献止息 是指耶稣受洗三年半之后 亦就是在一个七中 耶稣终止了献祭制度 借着献上自己为祭 成为新约最后 和最完美的献祭 接来七十个七的月中 最后一个七 就在主前三十四年结束 亦就是斯提反殉道 和福音传阳 不是单单趁在犹太的地区 亦同时传达到外邦的地方 好了 正如刚才所说 公元前四百五十七年 就是二千三百年的开始 而结束的年份 就是公元后一百四四年 因此大年书八章十四节中 圣所的结症 显示出是由一百四四年开始 好了 来到今复结束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反思一下 上帝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 来到香坛以理 啟示第八章二仗的某些地方 当你等待上帝 对你的属灵问题方面的回应的时候 你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呢 在等待的时间里面 你愿不愿意努力的查口圣经呢 好了 我们今课概述到这儿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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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